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點視頻,山川風水講堂的時間營光幕見到楊鍾茹師傅 大家好 今集我們繼續再請師傅講解九龍東在九雲風水要注意的事項 基本上講到尾站 最多人都想知道等到頸刀牆的將軍澳和康城 大家都知道近十年 多少人搬進將軍澳 我都聽不少 更何況你知道將軍澳很有趣 一邊是大型老牌的居屋、公屋聚集 另一邊就建了很多漂亮的屋苑、新的屋苑 大家都知道我講到哪裏 日出康城更加不用說 直接重點發展到很厲害 現在起到第十期 起到第十期的速度 如景灣拍馬都追不上去 大家都知道發展很快 所以今集繼續請師傅講解一下 將軍澳、康城、風水上 九雲要注意的事項 好的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讚好我們的影片 同時留言支持我們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焦點FMTV 焦點是一個推廣知識共享的綜藝網絡平台 你絕對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網站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還可以領取網站免費公開網課 記住,名額有限,把握機會 我們參考兩個雲 八九兩個雲 其實將軍澳這個位置 最早七雲都已經搬進去 所謂七雲即是1984年 之後去到2004年便是八雲 我們又說不到那麼多個雲 現在我們集中到八雲搬入器和九雲 那兩個雲的分別 如果將軍澳 我們看看局向 因為將軍澳 將軍澳其實 它的英文叫爭碑 即是說這個位置套進了一個海灣 套進了一個海灣 那時候 英文爭即是說其實是垃圾 其實很多時候你聚氣的地方 有時候水是靜 有時候 譬如上游 有時候拋垃圾下來 你自然去到一些靜的地方 就聚了在這裏 所以這裏很多時候 聚了垃圾 所以爭碑 那你爲什麽要這樣呢 譬如說你這裏 是維港 那些有什麽漂流物 走過來這裏 這裏的那些彎 就會聚了 聚了一些所謂叫垃圾 其實不要說你藍不垃圾 如果你說 那些人少拋垃圾 他們沒有 但問題是水都會聚在那裏 氣都會聚在那裏 形成整個張規澳 一發展了起來之後 便變成人氣又聚了 那麽有什麽說 很多人搬進去 這裏是會的 他形成了一個局棄 還有地鐵 地鐵又發達 幾個站 加上他開了一天 康城站 一條延伸的線 地鐵又方便 可能他過九龍 過香港更方便出尖沙咀 帶動了這個張規澳 這裏就比較黃一點 好了 看回裡面的局勢 你看回現在這片是海 後面就好像有一個布袋 蓋住了 其實如果主要的局向 都是向南 如果你說橫海皮的樓 在八雲搬進去 向南是不錯的 但問題是九雲又變了 如果九雲搬進去 未必向南是好的 如果你之前在八雲搬進去的 就是這樣說 你看看東北位 看看開不開陽 如果東北位可以見到露氣 而且我可能是門後 這些也不用搬 其實兩個雲都不錯 但如果有落差的話 適宜轉一轉 好了 看看進去裡面 其實張公澳主要是幾個向 剛才我所說的正藍 一個 好像現在這邊 在圍港灣這邊 好像這堆樓 這堆樓 這堆樓 填了很多 之前這堆樓 仍然是臨海 現在沒有了 反而你向東 在這邊有些樓是向正東 如果正東的話 你反而九雲搬進去就不錯 如果等 反而九雲搬進去就沒有向南 你可能選擇正東的位置 另外還有一些就進去 好像張公澳中心這些 就適合地鐵站上蓋 這些就反而是 有些向這邊就是向西南 向西南 如果向西南 八雲來說是不錯的 是旺局來的 所以有時候 張公澳其實是開賣 在張公澳中心的時候 開賣很便宜 我記得是2003年的時候 最低 但後來一路一路上升 是可以賺到錢的 是可以賺到錢的 但是這個向西南的局 就去到九雲都可以 九雲你都可以向西南 即只是我們所說的醜味向 九一二三四五六 這個反應是這一種 就是向西南來說 就偏少少 向正南的位置 類似這種坐向 即是九雲搬進去都不錯 就向這邊開揚一點 至於向這邊 就變成了 向東南位 東南位 東南位就未必 如果是九雲 即是九雲 即是九雲 即是向西南 或東南的單位 你都可以選擇 即是九雲 即是重新 你入伙計 如果八雲搬進去 那八雲便可以 但問題是九雲 便會變少少 始終運會流轉 好了 這一堆 另外再進入少少 很多時候 就說回 這個 最尾的站 我們叫做甚麼 甚麼站 康城 不是康城 這裏是寶林 寶林 寶林 新都城 這裏有很多人居住 是的 這些樓 你見到很多樓 都是 如果向出來 這裏又是向東南 這個東南 跟那個 剛才我說 那個 張向中心那些 又有角度 有少少偏偏 又不同 這個可能是正東南 那邊是正西南 那邊是正西南 如果是這兩個 這個看法 如果你說向東南 那個 向東南那邊 那些 在八雲來說 搬進去是不錯的 在八雲 如果去到九雲 你要留下 正東那個位 開不開陽 如果正東的位 開陽 因為財位 退去那邊 如果是開陽 你又 可能是門口 處女處女 你就不用搬了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 反過來 向西南這些 這些呢 在八雲來說 又一般 在九雲來說 相對 又不太理想 但問題是 九雲又可能 好一點 它會轉回去正南 的方位 開陽 又通到氣 又會變好 所以可能 你在八雲搬 又一般 但可能 你又不是太長時間 可能兩年 可能住得 然後到九雲 你就不需要搬 因為九雲南變 變成了你的財位 所以 新高城 一二三期都是 都是這些 的 另外 其他 好像東廣城 都跟新高城的 座向一樣 一是 一是向東南 一是向西南 是 我們再移走出來 就這邊 就康城 康城 康城 一個新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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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線 那它的樓 相對複雜很多 因為有幾個地產商 它每個 那些線口 有些不同 好像這一排樓 和這裡是彎彎的 它就算海邊也好 初初我猜它應該是向正西來建的 嗯 但是問題呢 它可能建了出來 就發覺呢 因為它正西是什麼位呢 就是那些墳墻 是 還有呢 有一條橋 那這條橋 它有什麼影響呢 墳墻一定 那些人都未必喜歡 是 所以它特意有些樓 領側坐 向了去裡面 如果 假設它是向西北 西北 如果正西北樓 就是這樣說 又是雲段 你百雲搬進去 九雲可能又差了一些 是 那你等到什麼呢 等九雲再搬 那麼 九雲樓向西北 更可以 那另外呢 尤其是看看這條橋 這條橋對你有沒有影響 因為它始終都在你旁邊 就是 過 這條橋 如果是有些好的橋 那當然是不錯 如果是差的橋 對你來說 就有少少影響 所以在這邊做取材的話 就 寧願離開這條橋 遠一點 近回 即是所謂 這裡的公園 其實是這個堆填區 近回這邊多一點 你重新在九雲來入火的西北樓 那就理想些 一下去就避開了一個墳場 它正向向西北 如果不然你就要取內局了 取內局 取內局 內局你要看開揚 如果像這些 內局 墜倒器 開揚的 你不就像九雲來講 向正北 向東北 向西北的樓 是正的 正東北、正西北、正北 這樣來計算 都可以 因為它始終的水都在南邊 以及在西南為主 那你 反過來 水內局 你就要向北多一點 這裡就是 大約整個將軍澳區 的樓宇講解 嗯 OK 希望以上的內容 就可以幫到大家 嗯 又是說那句 特別將軍澳 這邊 屋苑真的非常之多 每個屋苑入面 可能它不同的座數 那個向都已經有不同 師傅都是比較笼統去講 所以大家如果想 能夠請師傅 詳細去看風水佈局 當然可以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跟他進行一個預約 好嗎? 下一集 我們再跟師傅 說一些其他 一些原口風水上的話題 好 拜拜 拜拜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我們的影片 同時留言支持我們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焦點FMTV 焦點是一個推廣 知識共享的 綜藝網絡平台 你絕對可以在這裡 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網站 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還可以領取網站 免費公開網課 記住名額有限 把握機會 那些網站 請問大家